感应的四季很广 古人对我们的名利很多 爱护被知 古书里面教导 释出世间法 尤其是善法 信心是成就第一个因素 无论是 求求在一生当中 得到幸福美满的果报 或者是 说服 希望 这一生当中 能够往生净土 亲近阿弥陀佛 也度在信心 尤其应当警觉到 佛在经上唱书 世间无常 过途为脆 人的寿命 非常短俗 一口气不来 就是各事 所以 我们有一念 信心 就是一念善根 念念信心 念念善根成长 应当 应当届时 努力 决定不能够等待 如果你以为 还有明天 还有明年 这个样子 悠悠惑惑 一生 往往就困苦 到灵命中时 后悔莫及 所以要建立信心 要精勤努力 佛法 无论是哪个宗派 显然教密教 诸事大德 都教导我们 要从根本修 什么是根本 心是根本 所以 在事法里头 国安子说 习气一人 亲与兄弟 这话说的 有道理 怒气迎人 残与 冰国 所以佛家教导我们 消灭迎人 你看看佛家的道场 第一个建筑物 是天王殿 天王殿当中 供奉的是 弥赖菩萨 弥赖菩萨的造像 是布袋 祸上的造像 这就是教给我们 要养心 要修心 心要大了 要能够包容 要能够宽恕 要懂得 一夜 欢喜 对待 一切众生 对待一切人 这个在佛法教导里 头一条 一个人的成就 是在德行 德行 就是真实学问 真实智慧的落实 宏子 是个平民 普通的平民 没有地位 没有财富 他可以有这样殊胜的成就 摄迦牟尼佛 虽然出身于王族 可是他舍掉了 地位财富 全都舍尽了 也过一个最普通平民的生活 他的成就 是什么 说实在话 就是一个 清净平等的爱心 爱护一切众生 我们在四十多年 将近五十年 修学的过程当中 总结 佛菩萨的教诲 拥出一个纲领 我们齐心动意 也有造作 都能够不违背 这个纲领 一教奉行 自然就会成就 我一生的修学 没有一丝毫的隐瞒 都奉献着大家 修心 头一个要修真诚心 不要害怕 人家用思维对待我们 我们要以真诚心待人 要了解 他以虚假的心对待我 是应当的 为什么呢 他对于四十真相 没了解 他不知道 时空伐界 一切众生是同一个缘起 他不晓得 时空伐界是一念自信所变现 所以 用不诚实的心 待人家无 当然的嘛 佛菩萨明白 我们接受佛法 将近五十年的熏陶 我们也明白 明白之后 还要用虚伪的心 对人 那是罪过 不明白没有关系 明白就不可以了 养自己的真诚心 清净心 清净心就是 学期一切执着 放下是非人物 这些东西 不再放在心上 你的心就得清净了 养自己的平等心 养自己的平等心 清净 清净平等的心 就是真诚心 就是觉悟的心 以这种心 来看一切众生 来看一切万物 爱心 自然就流露出来 所以 无量受精的精体 为我们举出修行的纲领 五个字 清净 清净平等 觉 敬宗的法门 觉在清净平等上下功识 清净平等 就觉 觉就是真诚 觉就是慈悲 这是养心的 时时时刻刻 念念关怀义气重生 尤其是关怀苦难的重生 苦难的范围很深 很广 今天在社会上 有地位 有财富 他也在苦难 这个是世间一般人疏忽的 他苦难在哪里呢 死了以后就堕山徒 他怎么不苦 他怎么不遭难 这些人 你一再无欲六成之中 不能自觉 他学佛 实在讲 他那种学佛 是消遣佛法 万弄佛法 对佛法 又无所知 听今言教 他没有缘分 他的缘分 在世间 在世间欢乐常众 世间人看 哎呀 这个人生活好幸福啊 多少人羡慕啊 全都做了 他那种欢乐的日子 能过几天 过完之后 沦落到三途 我到 这一桩事情 佛菩萨看得清楚 这是苦难众生 苦难众生不仅得 是我们现前 一时缺乏 那是苦难 那是很明显 你看到的 大富大贵 不知道缺乏 不懂得修心 转眼之间 多三途 这种苦难 你没见到 是我们大家了 是忽略掉的 往往现在贫穷下劲 他一天都完 知道念佛 我们眼光睁开来看看 他再过几年 他就往生极乐世界 做佛做菩萨了 他没有苦难呢 或是世间人颠倒 他只看眼前 他没有往深处看 我们要不学佛 没有这些年纪修养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哪里会想到这些事情 世出世间圣体 诸佛菩萨 就是一颗慈悲心 佛家常讲 慈悲为本 方便为本 就是这个心 在一扇桥方便 乐实在生活当中 乐实在除世待人介物之中 那就是 教化众生 乐实在生活 是自行 乐实在除世待人介物 是化他 自行化他 就本着这个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心 他成就 神一贤 神一贤的死心 超凡 入神 所以 四清 他能够尽消 借无 他能够存人 人名 爱我 遇到善 他生欢喜性 成人之美 遇到我 他能够忍受我 所以你仔细去观察 那些人 一念真诚 一团猴气 所以 他的福德 不可称量 诸位从 世尊 从孔子 你就能够看得出来 夫子一生 除世待人 温量 恭敬让 我们读书 修行 这两位大德 是我们的楷末 佛法 不是宗教 佛法是私道 换句话 孔子 世家 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是我们最好的模范 这两个人 用现代的话 都是 社会教育的工作者 这个世间人 尊称他们 社会教育家 我们为神费的弟子 我们为神贤的弟子 应当向他们学习 应当效法 应关大师 特别介绍 这本书 让我们呢 有一个下手之处 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善巧方便 最初方便 我们现在看 奔吻 一句 太上月 获福无门 为人自找 开头 有四句 接着说 善悟之暴 如影随形 这个四句 是感应片的总纲 全文实在上 说 就是这四句话的注解 这四句话 详细的说明 四句 前面两句是主 后面两句是陪陈 这两句话 主要参透了 你就能够 去极必修 你就能够成圣 成行 你就能够做佛 做祖 和佛从来的 自作自受 自己造的 这个是感应的根本原理 佛华 俗世 破比开悟 利苦得乐 不就是这两句话 迷雷雾 是能招 苦落 是俗招 智根落 是福 迷苦 迷苦 是祸 这是一品 主要的 宗旨 宗旨 圣贤人的 成行 我们要想 祈福 必获 能做得到吗 求佛菩萨 神明保佑 求佛菩萨 神明 赦免我们的罪过 这都是迷信的 这不惑感应的原体 诸位如果把这两句 参透了 你不会再去祈求神明保佑了 知道什么 那是迷信 或佛无门 为人自招 自己造的 自己修善 自己回头 就得福 自己造恶 不能回头 那就得祸 与别人 不相干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得 这是真理 所以大臣经上 佛常讲 佛不读众生 佛说的老实话 众生怎么得度呢 众生是自己觉悟 自己得度的 你自悟 自修 自度 佛特说的真话 自悟 自修 自度 岂不是为人自招吗 你堕落在山土 堕落在地狱 也不是别人 感谢你的 是你自己造作物业 招来的 我报 怎么能怪人 所以佛菩萨 对我们 佛菩萨虽然非常 慈悲 不能给我们 添一点福 也不能 带我们 受一些罪 免除我们一点罪 那是办不到的 佛菩萨要这样 说法 我们就不相信他了 佛菩萨教导我们 你今天想福 福从哪里来的 你今天受罪 罪从哪里来的 他把这个四十真相 跟我们说明白 道理 给我们讲清楚 让我们觉悟 我们不再造恶业了 后就远离了 我们努力行善 福就献欠了 这是佛菩萨 真实教诲 我们听 我们看 或情 或离 或法 欣然接受 自求多福 个人如此 家庭也如此 社会 国家 世界 无不如是 希望我们大家自己 跟住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去 そし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